如同珍宝一般的韩国华川 以清澈的自然环境而闻名 华川是韩国第一个结冰的地方 每年的一月份 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冰雪世界 从2003年开始 举行的冰国华川草鱼节 迎接每一位欣赏 矮矮白色天地的来宾 详世界冬季流系列 这次特地为了华川动油心情 在水国华川 你可以在自然馈赠的冰上 体验钓冰鱼的乐趣 在零下五摄氏度下 和大家互相垂背壮大胆子 像是对寒冷的天气宣战 喂 寒风我们没在怕 在世界级大型冷冻库里 观赏金氏绝作 以及在满天星彩光灯下 街头狂欢 跟随我的旅行小世界 走遍千山万水 探访韩国最美的冬季 每年冬季最寒冷的一月 韩国江源道冰雪王国华川郡 都会举办冰资国度庆典 这次时隔三年 这场世界瞩目的冬季庆典回来了 我此趟行程的目的 除了是以祥 世界的主持人 来体验这里的冬季庆典活动之外 也带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代表马来西亚留业者 前来华川冬季活动 做实地考察 当天一到步 华川郡地方政府专员 就热情前来接风 隔天礼貌拜会 华川郡守崔文荀 郡守相等于是 地方县长的意思 大家言谈甚欢 让我们更了解 此次冬季庆典的意义 华川三尊女庆典 是江源道华川郡守 每年一大盛事 冰雪即庆典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区域 那就是冰雕展 冰雕三尊鱼 冰上游乐设施 是从今年1月7日 连续庆祝到1月29日 为期三个星期 为了这个特色庆典活动 华川郡守总动员 精心准备了一切 祥世界独家拿到 庆典活动举办前 他们为了迎接 全世界旅客和当地人的到来 一丝不苟地掌控着 事前准备 正所谓细节之处 剑功夫 让我们一起回看一下 庆典前两周的画面 江原道是大韩民国 最北的一个道 隔着38度线 在过去就是北韩了 画面上看到的 在厚厚结冰上面的 华川兵纪盛会 每天都是占据着 满满的人潮 人头掌动 尊女的庆典 是将祖学们的生活 升华为文化庆典 是以冰雪 尊女为冬天故事的主题 抵达会场入口之后 我领到冰吊厂门票贴纸和挂钩 跟着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佩戴在身上 这样才可以平票入场 外国游客有特殊待遇的 我们进入专属的外国游客会场 我从会场工作人员那里 拿到我这次的冰吊工具 那就是钓杆 甲鱼饵 以及一个塑胶袋 冰层上早已经准备了 很多个钻好的洞 等待着你大展身手 在韩国东西除了滑雪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体验 叫做钓冰鱼 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 钓鱼时要时不时晃动钓杆 比较容易吸引鱼过来 如果感觉到鱼在碰鱼饵的时候 想办法勾住它 就像我这样 鱼啊鱼 你们在哪里啊 就是钓鱼的勾到的 冰钓尊鱼活动 我们的活动范围 是特别规划在外国游客区 而当地人就聚集在另一区 所以人潮特别多 由于外国游客区人少于多 大家都钓得很尽兴 但是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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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拉把鱼饭都不稀 但是如果拉把鱼饭都更高兴了 其实我们喜欢 可能上天疼惜我是冰钓出鸽 在越钓越顺心下 我成功钓了几条体型不错的三尊鱼 三尊鱼是一类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垂钓鱼和食用鱼 是一群分类上属于龟科的鱼类 这种鱼是一种抗老抗氧化的天然食品 蛋白质含量比猪肉要高出20% 它的蛋白质也不会引起肥胖 含有丰富的维他命A和BDHA 所以在韩国受到人们的欢迎 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令我精神大症之鱼 肚子也不争气的开始饿了起来 你可以拿着手上的冰鱼去到三尊鱼烤鱼场那里 准备吃大餐 你看包裹在锡子里头的鱼烧得滋滋作响 不一会不同味道料理的三尊鱼就送到我们的面前 肉质鲜甜香喷喷的 其中烫烤三尊鱼是最原汁原味 没有用过度的酱料调味 可以吃到鱼本身的鲜味 而且鱼肉口感绵密细致 吃饱喝足一番之后 接下来的活动让我上牙下牙齐力颤抖 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将是我在冬天下的自大酷刑啊 冰钓庆典盛会 除了白天之外 它的热度也会延烧到晚上 凡是游戏划穿郡守的游客 都可以免费享受夜钓 晚上钓冰鱼 钓的是热情 钓的也是寒冷啊 但是冰冷的空气却无主大家的兴致 大人小孩还是钓得兴高采烈 欢乐非常 有些大人直接把脸埋在冰冻下 看来他自在必得 冰鱼一定要钓得到才是 很多人都在漆黑的冰城上面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这个感觉真的美好极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